曾立足江泽民儿子进入总参谋部,要求将对军队腐败负责的老军头齿浩田,在中共十九大后再次露面。 另外,还有与江泽民有过节的多名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朱荣基、温家宝也在近日露面。 据陆媒报道,12月16日,中共援军委副主席齿浩田,出席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公展出的所谓山东抗日根据地图片展开幕式并观展。 在10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前,及习将斗的关键时期,齿浩田也曾在9月12日到中国摄影展览馆参观。 现年88岁的齿浩田是山东招远人,曾长期在济南军区服役。 在邓小平时期的1988年,他晋升上将军衔,1995年起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直至2003年3月退休。 与江泽民年龄相仿的齿浩田被指示邓小平,在军中制约江泽民的主要人物之一。 据悉,齿浩田曾多次打击江泽民。 据江泽民齿浩田交手,江年康晋不去总参的文章披露,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交权前, 曾企图把二儿子江年康塞进总参去掌握情报大权,但在齿浩田的干预下,江泽民的企图没有得逞。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习近平当局开始中共史上史无前例的反腐打虎运动。 江泽民的三名亲父,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郭伯雄先后被拿下,习江斗也愈演愈烈。 据港媒去年披露,2016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政治局, 中央军委联席组织的民主生活会上,受特邀预会的老军头齿浩田等人率先发炮, 批评中共军队近20年来的种种溃败现象,指前中央领导人要负政治责任。 江泽民从1989年到2004年任军委主席, 于2004年被迫交出军权前,先后提拔了郭伯雄, 徐才厚为军委副主席,替其继续把持军权。 除持浩田外,曾长期与江泽民恶斗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前总理朱荣基,温家宝等人,在中共十九大后也再次露面, 而好出风头的江泽民还是销声匿迹。 中共工程院院士陆中午11月27日在沈阳去世, 葬礼于12月3日在沈阳回龙岗殡仪馆举行。 据陆媒报道,习近平、李克强等现任中共领导人, 胡锦涛、朱荣基、温家宝等前领导人, 对陆中午去世致哀或献花圈,但名单中没有江泽民。 韩国总统蒙在寅访华期间, 两名随行记者遭中方15名警卫人员围殴智商, 引起国际轰动。 有分析指,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强调外交无小事, 如今警卫人员直接参与殴打总统随行记者, 深层原因绝不一般。 在此之前,韩国记者暗访中共火摘器官的内幕, 被认为直指中共死穴,让中共恼羞成怒。 更在中国访问的韩国总统蒙在寅, 12月14日出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 中韩经贸合作交流会开幕式, 随行的两名韩国摄影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遭到中方警卫的殴打受伤, 被送至北京市区医院治疗, 而且摄影器材也被没收。 事发后,韩国记者协会就事件提出抗议。 15日有韩美以头版报道记者被袭一事。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也就此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韩联社报道,韩国青瓦台得到消息, 欧打韩国记者的中方警卫, 有可能是主办当天活动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在当地雇佣的保安公司警卫。 文在寅听取相关汇报后, 认为事件严重并表示了担忧。 报道说, 青瓦台已只是查明施报人员身份和事件经过, 而中共公安负责现场警卫, 因此即使施报人员是保安公司职员, 公安仍在指挥方面负有责任。 美国之音报道说, 目前, 欧打韩国记者的保安人员究竟是中方保安人员, 还是韩国雇佣的中国人还不清楚。 但国际媒体以及中国公众根据多年来, 网上不断传出的视频判断, 动用强力把人打倒在地拳打脚踢, 再踩头踢脸, 是中共训练的保安人员的常规动作。 报道说, 虽然保安人员对记者拳打脚踢, 在中国属于常见的常规动作, 但在习近平即将与韩国总统举行会谈之际, 欧打韩国记者, 这种时机的选择无疑是中共所说的邪恶的国内外敌对势力 做梦也不敢想, 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 12月15日, 有网友分析, 韩国总统蒙在寅访华, 随行记者却公然被殴打, 这在国际外交礼节上, 属于非常过分的事情, 即便是在大陆当局自己的外交史上也如此。 而且和不久前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时的接待形成了鲜明对比。 该网友分析认为, 中共自中恩来起已有一条铁律, 外交无小事, 所以打人者必然是上层受益之下所为, 绝不可能是临时供或误会等原因。 网友分析, 韩媒近期播出了一个调查记录片名叫杀了才能活。 该片以详实的证据, 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气官的罪恶, 活摘气官是反人类罪, 是足以令中共在受到全世界的压力后垮台的。 会不会是中共恼羞成怒, 所以用当面殴打的方式, 恐吓韩国政府和媒体界。 网友抨击说, 真是流氓本色毕露, 为了保党最后一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事实上, 有关中共活摘器官血腥罪恶早已经在国际曝光。 日前,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 中国每年实际进行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 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仅1万例, 两者相去甚远。 报告说, 器官来源主要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也包括其他良心犯。 12月15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赴北京述职, 获中共总理李克强接见。 在中共官媒报道中, 李克强大秘, 原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也参加了会见。 杨晶在19大落选中央委员, 一度引发他已落马的传闻, 此次露面被指必谣意味明显。 陆媒报道, 李克强15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林郑月娥, 现场为长方形会议桌, 李克强坐正中央, 林郑月娥坐左侧, 右侧一次为杨晶, 杨洁篪等人。 其中杨晶的出现, 引发舆论关注, 这等于打破了近期关于他的种种传言。 中共19大闭幕时, 为到退休年龄的杨晶意外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 此前, 对于杨晶落退出局的原因, 一度出现多种说法。 东方日报曾报道说, 杨晶落选中央委员名单, 主要原因是, 杨晶有浓厚的团派色彩, 在内蒙担任团委书记时便与令计划搭上关系, 此外杨晶有生活作风问题, 在内蒙期间与一位女子有染, 遭到该女子亲属持续举报。 自由亚洲刊评论文章则称, 杨晶和孙政才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段被调查, 杨晶的问题较轻, 只是被界定为比较单纯的个人问题。 而香港明报引述京城消息称, 杨晶因设明天系富商孝建华案, 近日被免去职务, 降为正处级, 由家乡内蒙古呼和号特市的一名副市长从北京接回。 明天系掌门人孝建华, 被视为江派权贵集团的白手套, 操盘手, 2017年大年30被北京当局由香港带回大陆。 64岁的杨晶曾是中共第17届、18届中央委员。 在内蒙古任职于30年, 先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号特市委书记、 自治区区政府主席等职。 2008年, 调任中央任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1月初,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公委网站显示, 中共财政部部长萧杰已解替杨晶, 出任中央国家机关公委书记, 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 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杨晶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1月7日, 据央视报道, 总理李克强当日出席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时, 杨晶也在做。 不过, 截止11月29日晚, 国务院官网显示, 杨晶仍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评论人士分析称, 杨晶此番现身, 无疑等于对类似传闻必调。 而官媒的通稿中, 具体表述为杨晶、杨洁篪参加会见, 并未表明具体职务。 19大之后, 北京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令人眼花缭乱。 习近平导师, 清华大学教授宋丽萍近日警告说, 北京发生的所有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 搞不好, 今年过年期间还可能出大事。 清华大学教授宋丽萍12月12日在齐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说, 北京近期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惊得人们目瞪口呆。 接着, 鸡毛一地, 乱象丛生, 除了鸡毛之外, 也给我们留下一堆问号, 所有这些超出常识, 匪夷所思的一切,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他说, 比如没改气, 看到一组农村天然气凌乱纵横管道的照片, 这将来会是多大的安全隐患。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 今年新年期间燃放鞭炮, 弄不好很可能会出事情。 文中还说, 从烧煤的炉字, 到经过批准的扁排, 再到被砸的铺面, 这几件事情, 均关涉国际名声,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 都涉及法律和契约。 但孙丽萍的这篇微信文章已被删除。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所执掌的经济重地, 接连实施三大治理动作, 包括清理低端人口, 拆除沿街尾键和广告牌, 以及煤改气, 但每项行动均遭挫折, 闹得怨声载道。 比如, 在天寒地动之下, 北京市突然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名, 驱逐低端人口几乎是一夜之间, 令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流离失所。 大清查还没结束, 经经济又出手强行推广煤改气, 煤改电政策, 导致不少地方出现动伤情况。 接下来, 北京多部门又启动了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项行动。 而上述三项行动, 均给普通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半途而废。 就在三大治理动作接连事与愿违之际, 12月13日凌晨, 北京朝阳区18里电箱白强子村一村民自建的四层房突发火灾, 导致5人死亡, 8人受伤。 这之前的11月18日, 北京福大清区也曾发生一起重大火灾。 当时, 大清区一栋二层楼去福原公寓发生大火, 导致至少19人死亡, 8人受伤。 据报道, 大清区这次火灾是本区不到7年内的第二场大火。 2011年4月25日, 大清区旧公镇也曾发生一起死伤严重的火灾, 过火面积仅300平方米, 却酿成17死25伤, 含二名女童。 那场火灾后, 有神还者披露, 公寓的大门无法打开, 有人用脚使劲地猛踢墙壁,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砖块, 全都是泡沫塑料, 也没有任何消防设施, 走火通道, 令火势不断蔓延, 逃生困难。 中国知名媒体人石飞克在个人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这两次火灾中, 似曾相识的群体, 花了6年时间, 一路往南撤退了7公里, 还是没能逃脱过情形相仿的灾难, 再次跟踪而至。 目前该文已遭中共封禁。 共工程院院士陆中午11月27日在沈阳去世, 葬礼于12月3日在沈阳回龙港病遗馆举行。 据陆媒报道, 习近平、 李克强等现任中共领导人, 胡锦涛、 朱荣基、 温家宝等前领导人, 对陆中午去世致哀或献花圈, 但名单中没有江泽民。 韩国总统盟在银访华期间, 两名随行记者遭中方15名警卫人员围殴智商, 引起国际轰动。 有分析指, 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强调外交无小事, 如今警卫人员直接参与殴打总统随行记者, 深层原因绝不一般。 在此之前, 韩国记者暗访中共活摘器官的内幕, 被认为直指中共死穴, 让中共恼羞成怒, 让军衔, 1995年起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直指2003年3月退休。 与江泽民年龄相仿的齿浩田被指示邓小平, 在军中制约江泽民的主要人物之一。 据悉, 齿浩田曾多次打击江泽民。 据江泽民齿浩田交手, 江年龙晋不去总参的文章披露,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交权前, 曾企图把二儿子江年龙塞进总参去掌握情报大权, 但在齿浩田的干预下, 江泽民的企图没有得逞。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 习近平当局开始中共史上史无前例的反腐打虎运动, 江泽民的三名亲父,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中共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郭伯雄先后被拿下, 习将斗也愈演愈烈。 据港媒去年披露, 2016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政治局, 中央军委联席组织的民主生活会上, 受特邀预会的老军头齿浩田等人率先发炮, 批评中共军队近20年来的种种溃败现象, 指前中央领导人要负政治责任。 江泽民从1989年到2004年任军委主席, 于2004年被迫交出军权前, 先后提拔了郭伯雄, 徐才厚为军委副主席, 替其继续把持军权。 除十号田外, 曾长期与江泽民恶斗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前总理朱镕基, 温家宝等人, 在中共十九大后也再次露面, 而好出风头的江泽民还是销声匿迹。 中共, 更在中国访问的韩国总统蒙在寅, 12月14日出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中韩经贸合作交流会开幕式, 随行的两名韩国摄影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遭到中方警卫的殴打受伤, 被送至北京市区医院治疗, 而且摄影器材也被没收。 事发后, 韩国记者协会就事件提出抗议。 15日有韩美以头版报道记者被袭一事,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也就此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韩联社报道, 韩国青瓦台得到消息, 殴打韩国记者的中方警卫, 有可能是主办当天活动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在当地雇佣的保安公司警卫。 文在寅听取相关汇报后, 认为事件严重并表示了, 曾立足将泽民儿子进入总参谋部, 要求将对军队腐败败负责的老军头石浩田, 在中共十九大后再次露面。 另外, 还有与江泽民有过节的多名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 朱镕基、温家宝也在近日露面。 据陆媒报道, 十二月十六日, 中共援军委副主席齿浩田, 出席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公展出的 所谓山东抗日根据地图片展开幕式并观展。 在十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前, 及习将斗的关键时期, 齿浩田也曾在九月十二日到中国摄影展篮馆参观。 现年八十八岁的齿浩田是山东招远人, 曾长期在济南军区服役。 在邓小平时期的1988年, 他晋升上京。